现在出现在影像中的正是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这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这场会晤被苏联称作震惊世界的13天 今天9月就带大家回顾这段珍贵影像 感受这场暗流涌动的美苏破冰之旅 1959年9月15日 一架苏联的空中巨兽降落在了华盛顿安德鲁机场 赫鲁晓夫的访美之旅正式开始 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克里斯琴 专程来到机场迎接 美国以国礼相待 21发礼炮响彻云霄 艾森豪威尔还发表了欢迎致辞 第一次站在美国领土的赫鲁晓夫 显得异常兴奋 美苏冷战给这两个超级大国刻上了敌对的印记 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收到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 随后赫鲁晓夫夫妇和艾森豪威尔 共乘一车迎接来自美国民众的住址 华盛顿大街两旁站满了人 赫鲁晓夫访美的消息 对他们来讲 就像是外线人访问地球一样稀奇 在美国政府的刻意丑化下 美国民众眼中的苏联 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邪恶组织 赫鲁晓夫夫妇的住所 安排在美国白宫对面 大量美国公民在附近观望 艾森豪威尔在酒店门前和赫鲁晓夫夫畅谈 这个画面彻底颠覆了美国民众的认知 如果美苏放弃冷战联手 那么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搞定了住处之后 赫鲁晓夫启程前往白宫 这下子美国民众更懵逼了 政府不是说他是习恶组织的头头吗 咱们美国政府也要同流合污了吗 随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 在美国总统的办公室里见了面 赫鲁晓夫带来的见面里 是第一个在月球表面着陆的航天器 月球二号的纪念物 暗中也是在向美国显摆 冷战你们好像也不行了 连后面吃灰是怎么回事 收到这个略带嘲讽意味的纪念物之后 艾森豪威尔的脸色明显变差了 但是为了彰显大国胸怀 他还是尽力的在做表面工作 在美国人眼中 苏联人和乡下的相伴老差不多 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定给赫鲁晓夫一个机会 邀请他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 从空中俯视美国首都 现在出现在影像中的 正是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 他只能望着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远去的背影 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 观看华盛顿全景的意思非常简单 就是想带这个相伴老 看看现代化的大都市 不得不说 1959年 美国的城市建设就能达到这个水平 确实让赫鲁晓夫大开眼界 晚上 艾森豪威尔为赫鲁晓夫 准备了盛大的国宴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 赫鲁晓夫都算是贵宾 盛情款待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天清晨 赫鲁晓夫站在酒店门口呼吸美丽间自由的空气 他丝毫不在意美国人投来的炙热目光 今天的第一站是美国农业部的研究中心 农业部的研究员在上面侃侃而谈 根本就不管赫鲁晓夫是否听得懂 随后他参观了牛奶牧场 学习如何增加牛奶产量 在赫鲁晓夫看来 这就是美国农业的财富密码 上午的行程结束之后 赫鲁晓夫来到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 享用午餐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赫鲁晓夫在演讲台上 发表了访问美国的感想 并称赞了美国民众的热情 完成演讲之后 赫鲁晓夫开始游览华盛顿 他专程来到了林肯纪念堂 纪念这位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这里是苏联驻美大使馆 赫鲁晓夫将在这里举行晚宴 首先映入眼帘的重要级人物 就是副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 随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夫人 也着盛装赶到 这场盛大的晚宴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第二天早上 赫鲁晓夫就坐上了前往纽约的火车 他在火车上也没闲着 每到一个地方 就向围观的美国民众招手 而纽约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群 他们都是来看世界上 最大邪恶组织头目的模样的 这个美国最繁华的城市高楼林立 赫鲁晓夫在这里进行了两次演讲 他在演讲中呼吁美苏和平发展 演讲结束后 赫鲁晓夫来到了海德公园 祭奠美国总统罗斯福 并献上了花圈 赫鲁晓夫的下一站是联合国大厦 他在联合国发表了关于裁军的演讲 同时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放弃战争 还人类世界一个和平的环境 其实任谁都能听得出来 赫鲁晓夫这话就是说给美国听的 其实赫鲁晓夫心里也清楚 联合国是美国的 他说就是单纯来过过嘴瘾 但是出于尊重 赫鲁晓夫演讲结束之后 现场还是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从联合国大厦出来之后 赫鲁晓夫看着高楼林立的纽约 有了一种刘姥姥进大观言的感觉 站在帝国大厦的观景台上 赫鲁晓夫才第一次将这座城市 禁收眼底 和同时期的苏联城市相比 纽约确实更具现代化 这也给苏联城市建设 指明了新的方向 现在出现在影像中的 正是苏联最高领导人 赫鲁晓夫和他的夫人 他乘坐美国总统提供的专机 从纽约直飞洛杉矶 在机场迎接他的是洛杉矶市长 赫鲁晓夫先来到了 享誉全球的好莱坞 在这里 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 和梦露见面 这个请求彻底拦住了好莱坞高层 让当红女明星 和邪恶组织的暴君头目见面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情 但赫鲁晓夫想和梦露见面 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梦露在苏联 是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明星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后来梦露竟然同意了 赫鲁晓夫的这一请求 结束了洛杉矶的行程之后 赫鲁晓夫坐上了 前往旧金山的火车 沿途的车站 全是闻讯而来的美国民众 赫鲁晓夫在他们心中 是企图统治世界的暴君 但见过赫鲁晓夫之后 苏联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 有了少许好转 赫鲁晓夫在火车上 和美女记者相谈审欢 到达旧金山之后 赫鲁晓夫一刻都未停歇 在他心目中 旧金山是最美的美国城市 他来这里参观了工业产业 并称赞了美国工业的先进 除此之外 他还高调宣称 苏联会比美国做得更好 随后赫鲁晓夫前往了爱荷华州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 总会有无数美国人 在赫鲁晓夫前进的路上观望 这里是美国的种植业中心 玉米产量高得惊人 赫鲁晓夫访美之前 就一直想来这里看看 他对美国的机械化农业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参观之后 疑心想将这种最新型的 农业生产方式复制到苏联 以解决苏联农产品产量不足的困境 他希望美苏进行农业合作 最好能采购一些美国的农业机械 但美国政府并未随他心意 不光而返的赫鲁晓夫 只能前往彼兹堡 这里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机械制造业 这里的人对赫鲁晓夫更加好奇 天微微亮 就即在赫鲁晓夫下榻的酒店门口等待 想要一睹苏联领导人的阵容 赫鲁晓夫站在车上 高举双手向美国公民示意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 改变美国人对苏联的偏见 随后他参观了一座钢铁工厂 尽管这次访美行程安排紧密 但赫鲁晓夫却一直保持着高尚的热情 这对如此高龄的人来讲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赫鲁晓夫确实做到了 之后他回到了华盛顿 再次和艾森豪威尔同乘一架飞机 前往美国总统的乡间度假住所 这是两人首次进行正式的会谈 希望用这种方式缓和美苏的局势 并且邀请艾森豪威尔 下一年前往苏联参观 但因为种种原因 艾森豪威尔没有前往苏联 这趟震惊世界的13天 除了给文艺行业和农业 带来了稍许改变之外 并未缓解美苏冷战的局势 赫鲁晓夫因为同梦露共进晚餐 被强硬派抵制 最终黯然离开了政府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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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